5月是亚太裔传统月,长期关注亚太裔小商业的全美亚裔总商会,今天在南湾分享联邦商务部的资本准备计划,并宣布9月将在矽谷举办亚太裔中小企业高峰会。 全美亚裔总商会,今天连同中华企业协会Benefit Tomorrow,AABC等多个社区非牟利组织,共同在联邦商务部位于南湾盛河西的少数族裔商业发展署商业中心,宣布一连串协助亚太裔小商业的措施。 首先是宣布成立资本准备计划西部中心,协助亚太裔商家贷款融资。 他们非常需要loan,在我们过去的survey中间,大概30%的中小企业,他们没有办法拿出5000块的紧急运用资金,所以资金对他们来讲还是非常的重要。 这项计划是去年由副总统贺锦丽宣布,是价值1亿2500万元的商务部技术援助计划,支持资金不足的中小型商家,包括全美亚裔总商会在内, 共43名商会及经济发展组织获选为项目执行组织。 目前面临资金问题,急需用钱或是自己无法申请到贷款的亚太裔商家,都可以透过该商会协助谋合与申请贷款。 至于利率高低,就要看风险等因素决定每个个案不同。 系股当前多个华裔领导的公司大行其道,包括NVIDIA、AMD以及Supermicro等, 全美亚裔总商会也特地选在系股召开该商会的亚太裔中小企业高峰会,时间就定在9月4日。 亚太裔高峰会能够在系股举行是非常有意义的。 我觉得这个系股的这个亚裔社团的我们越来影响力越大。 现在大家都说系股几个重要的大公司不再是这个印度人了, 当然印度人也是亚裔了。 现在几个中国人、台湾人也是在市场上风起云涌。 我们希望能够借用这个9月4日的高峰会, 能够耗取到亚裔的领袖们共同来参与。 至于有哪些科技大咖语会,主办单位已发出邀约, 暂时卖个关子。 这场高峰会欢迎亚太裔商业以及年轻的创业人士报名参加。 除了讨论最热门的AI人工智能科技, 也会分享如何让商业盈利和成长。 尤其是有一些中小企业, 这些年轻企业它是half a million, 怎么样变成one million, 怎么样变成multi million。 所以这几个一些topic其实都对他们来讲很有帮助。 另外一个还有一个topic是You are the brand, 怎么样用这个marketing, 就是现在这个influencer, YouTuber, 你怎么样能够变成一个YouTuber, 你怎么样做一个influencer来promote你的这个business。 全美亚裔总商会今天也宣布一项AAPI餐厅基金, 今年申请期限是五月底, 符合资格的餐厅可以获得最高两万五千元补助, 用在扩展业务,改善设施及员工福利等方面。 有兴趣申请资本准备计划的人士可致电少数族裔商业发展署商业中心查询, 电话是415-928-5910。 有意申请餐厅基金的业者, 可以上全美亚裔总商会网站查询, 网址是www.aapistrong.com。 谢谢。 谢谢。 。